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各位好 又回到自力更生 有我主持中原 袁大明 還有一位特別嘉賓周少常博士 大家看到今天的主題是青肝膽的風波 不少人聽過甚至進行青肝膽 但近期發生了一個小風波事件 但未開始講這個風波之前 我也想做一點引指 讓大家知道青肝膽療法是甚麼 對我們的身體有甚麼幫助 不如交給袁大明醫生說 究竟青肝膽療法有多久的歷史 以及它的做法是怎樣的 在青肝膽療法的程序和步驟 其實已經很久歷史了 有些人追溯到一個很出名的西草藥治療醫生 Hana Kruger 可能已經是百多年歷史了 我自己在我們的大康的資訊裡 在九九零年代 我們初初已經有一篇很詳盡的文章 是介紹青肝膽 以及介紹自己可以在家裡怎樣做 在我自己工作裡 我都經常都在適當的時候 都會推介病人 自己找一個週末 通常我都是說24小時做得到 自己回家是進行青肝膽的 我們做法通常先簡單解釋 接著就給一張簡單的 三一月子的步驟的資料 它需要的資料其實都很少 買些射鹽 檸檬汁 橄欖油 它就會根據這些資料回家做 其實青肝膽療法 並不是很短的歷史 其實我們看看資料 除了在西方有了幾百年的歷史之外 原來在印度的印度體系的醫學 都有記載 類似用相關的青肝膽療法 去幫身體排毒 其實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已經超過過千萬人 有試過這個方法 和透過這個方法 去改善自己身體的健康 到最近 因為流行 很多人都知道 接著我認識 在台灣有很多團體 包括我有一位好朋友 何永慶 近幾年來 他很積極地在中國內地 以及香港 台灣 舉行青肝膽的分享 以及營業 他也收集了很多資料 他也跟我說 快就可以出了一本書 將資料公佈和大家說 因為中文資料比較少 英文書籍 如果大家有機會上網 去Google Liverflush 或者QoZone 這方面的資料 可以找到 其實在香港 接觸青肝膽療法 我自己也試過 我第一次接觸 或者得到這方面的資料 來自香港素食學會 周少祥博士 近幾年 其實周少祥博士 他的流動生命 亦都進行過一些 青肝膽療法的營 亦都在這個營裡 發生了一個小風波 不如我現在把時間 交給Simon 說一說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好啊 大家好 好多謝中原 今天我們一起 趁這個機會 又聊聊我們的經驗 正如剛才聽中原說 我們在2010年 即是兩年半之前 第一次自己試做 因為我們有這麼好的條件 有一個度假村 這樣 因為不斷有人問我們 即是 可不可以一起做 他們就說 在家裡做 是挺煩的 雖然很多人成功了 但有很多人失敗 為什麼失敗呢 第一 你需要一個廁所 如果你的家裡 只有一個廁所 你三四個人在這裡用 你又不用做 即是很煩 如果是一個人 住 他又沒有信心 暈了又怎樣 瘋得站不起來 或者痛 如果痛 是否真的有問題 之類 他們有很多事情想問 很多事情想了解 我們都覺得 我們是接不到那麼多球 就算你是開班去教人 你回去自己做 他們都覺得 沒有信心做 還有 你知道 你進來那裡做 有些是挺不同的 第一 就是 我們這麼多次喝的那些 醬汁 我們都做給你 大家一起喝 如果自己做 你又不知道 鹽 多不多 什麼叫做 一茶匙 沒有信心 還有就是 我們發現 很多人 覺得 喝得很辛苦 大家一起鼓勵 喝死 喝死 不要衰 有很多男士 有一個集體 安慰效應 安慰效應 還有看到 你又未排到 我也未排到 這樣就不等於我失敗 還有我們在這裡 跟他做按摩 如果有人覺得痛 我們又會跟他做 這樣那樣 譬如刮沙 還有教他時候 我們吃什麼 補氣 我們又做一個 復食餐給他 還有之前 我們就叫他做 半日的斷食 我們跟他一起做 大家一起做 那就不覺得辛苦 所以我覺得 挺好玩 還有我們看到 從開波到現在 我們大約是每個 兩月做一次 已經做了18次 我發現營友都很喜歡 成功 幾乎有九成 就是排到很多隻出來 很多隻是說一二百粒 幾乎只有一成 是排不到的 我一早就告訴他 排不到不是等於失敗 因為今晚你回家就排 分分鐘 還有很多是看不到的 根本就是你自己 都不知道 Simon 在你過往十八次的刑期裡面 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經歷 或者他們接受了這個療法之後 有些什麼好轉的反應 有的 每個人出去都是容光緩發 很漂亮 很開心 他們覺得輕鬆 放下 覺得很舒服 還有人生有很多轉變 因為在營友裡 我們都做了很多 所謂思想教育 你排出來的東西 不但只是物質性 物理性的石 一些骯髒 一些有毒的東西 那些東西都是帶著很多 你的情緒 能量 那些 因為那些 即成就是 我們本來是能量出的問題 還有我們也會解釋給他聽 為何這條腸這麼重要 這些如果他們不來做 平時他們不會刻意去聽 香港也在這方面 講得很少 每次我們都請他們 臨走之前 分享幾句 有一個多小時 大家一起分享 每個人都很正面 很感恩 這一次雖然是辛苦 昨晚我又怎樣 現在排了 很開心 我們也有很多的錄影 你不如對著鏡頭說 如果你上去Youtube 你打Youtube Simon Chau 我的名字 Simon Chau 你看到 有很多條片 在歷屆的形容 都分享了 現在到第十八屆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原來 我每次都大約是十二人 有時候再多些 因為有些很急 臨時我們要親密他 多人不行 因為廁所是有很多人 而且我們照顧不周 有這麼多人 有位年輕的太太 她在四個月前 已經打算進來 為甚麼進來呢 她照顧到很多石 西伊要她開刀 就說你不開刀不行 她想著故事 一時進來 聽到我有些這樣的 就把老公仔一起進來 我了解 她的妹妹是做護士的 護士很反對這些 要去做手術才行 哪有這麼容易呢 於是她進來 臨入來之前 就痛發炎 發炎就不適合馬上排 也不可以做手術 一拖就拖了兩三個月 隔了兩屆 她現在進來做回 出營之前 她們很開心 兩個都是大有收穫 即是放下很多石 拍照 做了一個錄影 四分鐘 兩個都很嘻嘻 很滿意 大家一起 很多營友一起做的時候 都有錄影 左就說 很滿意 都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交到貨 身體有沒有不適 又有膽石排除 狀態好了 整個人健康了 輕鬆了 應該很滿意才是 很滿意 她當時在營港時的表現 非常滿意 接著發生什麼事 接著發生什麼事 接著過了幾天 我們收到電話 說有營友投訴 索償 就問我拿回錢 就說他們已經去了消委會 落案 找了區議員 就說原來 那些東西排出來的石 不是在身體裡面的石 就是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那些是騙人的 那些是油加上酸 混合出來就可以了 在LAP那裡都做得出來 她說你不知道嗎 幾個月前 一月的時候 台灣平安日報 已經踢飽了這些東西 現在台灣 就已經搞到 沒有人去做這些 你們還在騙人 整件事就是這樣 其實周圓松 我覺得很對 雖然我九幾年代 已經開始講這個資料 也都不斷地叫病人 自己家裡進行 但我也都認識很多 我自己的病人 以及我自己公司的同事 都特地去周肇場 那個營去體驗 始終一般香港人 對這些自然治療的工具 那個做法 其實都是很陌生的 所以有時候叫她 自己 雖然說很多書 就算看了之後 她都希望 有多些人陪她一起做 所以你看到 這些清乾膽營 其實是她有存在的價值 所以你看到台灣也是 很多很多的 越來越多 好了 剛才周圓松說 你自己的經驗 大概有90%的人 起碼都有些人排出來 其實你想知道 到底在數據上 做清乾膽的人 做了之後 效果如何 有一個很好的網址 大家上去可以去看的 就是Curezone C-U-R-E-Z-O-N-E Curezone Curezone.com 這個網址是介紹很多 很多自然的天然的 有效的安全的方法 其實她的目的 是賦予我們一般人 自己有自己 處理自己健康的權利 在Curezone.com 如果你打過LiverFresh 你會看到很多的資料 其中她有一個調查 因為其中一個調查 她訪問了900多個人 做了清乾膽的人 之後她們的經驗如何呢 她說 只有2%的人 就不滿意 即是她說 她的滿意率 是去到98% 好了 你再繼續看下去 她也有很多人的經驗分享 她說 有時做清乾的程序 你要多做幾次 你一路做幾次之後 她的效果 她的得益 是越來越增加的 還有她也有一個調查 她就給那些 譬如每個人去做 都有少許原因 她可能有上健康上的原因 她在其中有一個調查 她就會訪問 譬如有多少%的人 做了一次之後 是甚麼毛病清了 起碼有十幾% 她可能有濕疹 她可能有痴瘡 可能有皮膚問題 可能有膽疹 經常都隱隱作痛 你看到 每一組裏面 都有十幾%的人 做了一次之後 她原本有的問題 是得到改善的 但你看到 所以這樣說 這個療效 大家真的想知道療效 不是一個人覺得 無法清醒 而整件事 就好像覺得很大件事 其實這個資料 在網上有很多 我最怕你不想知道 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我發現 香港 尤其香港的傳媒 我們自己的經驗 試過 你給她一個真相 她不想的 因為她有其他原因 做這些新聞 我想說回 今次我們的主題 是清肝膽的風波 究竟風波怎麼來呢 其實聽到這個投訴的用家 最主要就是 我們排出來的 不是來自肝或膽的石 而是在一個化學反應之下 稱之為一個简化石 這個简就是蕃简的简 根據一些資料 一個台灣醫院 肝膽石衛科的醫師 他叫洪曉仁所說 簡化石是什麼呢 是指橄欖油 經過腸胃的消化酵素 分解出來的三酸金油絲 並且經過和檸檬汁 那個甲梨子 起到一個化學反應 而產生的石 這個稱之為簡化石 而這一位的朋友 或者用家 他所投訴 就是現在我排出來的 並不是肝膽石 而是簡化石 這個就是問題核心 不如我問回周博士 或者是袁醫生 你覺得其實這位朋友 他排出來的 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要重新定定 我們的思維 我們是有這種步驟 這種步驟有很多年歷史 有差不多幾百年歷史 而很多人可以說 是數以萬計的用家 包括Ayurvedic Medicine 一個印度政府 成形的認可醫學 都推揚 都採用這種方法 而用家是用了之後 大部分人都感覺到有好的效果 我們經常都說 白貓黑貓 最重要是 總之抓到老鼠便可以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問題就是 你說要石石石石 要多排石才可以 既然你說不是石石 而排不到石 其實都可以 是否個個都心理作用 其實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整個重心點 就擠錯了 譬如有本已經翻譯的書 作者是Andre Morris Andre Morris 是以前一個紐西蘭的人 他自己有癌症 他自己又成為自然療法醫生 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Amazing Liver and Gore Bladder Flush 他沒有提石的 中文名叫什麼 中文名叫什麼 中文名叫神奇的肝膽排石法 這就是中文名的譯法有些問題 沒錯 因為看到 其實原本的作者 和很多早期介紹推廣的工具 是說明清肝膽 不是很強調有沒有石出來 不是幫你排膽 即是我們進行清肝膽的步驟之後 很多人的經驗都發現 健康改善了 不同程度 是數以萬計的人的經驗就是這樣 這些資料大家上過 你自己去查 還有這方面的書籍 其實英文書比較多 中文書起碼有兩本 有兩本這本書 我想其他的網友 或者曾經看過一月份 台灣蘋果日報報導的那篇文章 朋友都會想知道 我也有試過清肝膽 但排出來的是什麼 有沒有辦法透過一些方法去驗證 因為現在在周兆祥博士裏 前面投訴那位用家 他最主要就是想知道 我排出來的那些並不是膽石 而是在蘋果日報所說 是一個簡化石 我們這方面 我們如何回應他們這個訴求 簡單來說 從來沒有人聲稱 清肝膽一次過把膽管的膽石都清掉 他說他的膽石還在 會不會大那些還在 小那些還在 因為如果我們用一般的醫學 而去看 其實你要照膽石 最準確是用超音波 超音波 反而X光是未必照到的 因為如果不是蓋化的時候 X光是沒有用的 而且X光很多時候 要做一些造影 注射一些顏料 其實也挺危險的 所以一般的做法 都是用超音波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超音波的影片 你也看到 一般的診所用到的 都是不太清晰的 所以我們不能說 我還有一些在這裡 會不會已經減少一些 但我還說 其實我們重心不應該說 到底清了多少 或者沙走出來 或者我跟大家簡單說 我們整個清乾膽的步驟 為什麼我們會喝些射鹽呢 其實射鹽的作用 是先將你的腸道清乾淨一點 即是沒有那些剩下的食物 可以先射一射 你射了之後 腸道清了之後 然後你就要喝油 其實重心是油 喝半杯橄欖油 但大家知道 就這樣喝油 其實味道也挺難喝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就會加檸檬汁 或者清淋汁 因為清淋汁 比較大一點 容易炸 檸檬汁炸很多個 酸一點 清淋可能會甜一點 其實整個機制是怎樣 其實讓你的腸道乾乾淨淨之下 突然之間喝很多些油 你知道我們身體的消化度 主理油是用膽汁 通常我們吃了一些肥膩的食物 我們就會有些膽汁走出來 膽汁的作用是將油 叫做emulsify 即是變成細小粒 化解到很細粒 然後在小腸那邊 就可以直接吸收到淋巴液 就是我們的血管 其實我們為什麼用油呢 其實油的目的 就是把你的肥膽裡儲存的膽汁 大量排泄出來 因為你的身體看到油 是需要用膽汁去消化它 去處理它 不要直接消化它 是處理它 所以我們先把腸道清乾淨 不要有其他東西在這裡 變成油一進來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警覺性很強 因為乾乾淨淨的環境 突然之間很多油出現了 所以你的身體會大量儲存的 不僅是膽囊 而是肝膽裡的肝本身 因為肝的肝大很多 所以很多膽汁 其實是在肝裡 一直被製造出來 一直在肝管裡 慢慢流出來 好了 其實我們做這個步驟 其實是想將我們身體的肝膽裡 清一清 所以叫做清乾清淡 清乾淡裡面有什麼呢 當然是膽汁 膽汁是一種溶油的 我們身體很多種毒素 在某程度上 都是由我們的膽去處理它 我們用什麼 我們的膽汁 是將這些油溶性的毒素 把它儲藏 把它收出來保護它 所以你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人們把膽汁 因為膽汁裡面包括很多 那些泡沫物質 其他泡沫物質 可以我們老套說 有很多不同的毒素 如果我們將這些膽汁 膽管和整個消化度 因為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將那個瀉鹽 是將它整個食度 清乾淨 即是說 嚴格來說 清乾淡可以說 是徹底 將我們身體的食度 大清潔一次 你自己想想 我們現在的腸道問題 這麼嚴重 肝的問題 肝炎的問題 肝癌的問題 是很多的 中國人裡面 有很多很多肝癌 還有我們膽石的問題 其實都是很普遍的 很多人很多人有的 那你試一下想想 如果我們能夠 用一種簡單 安全 自然的工具 將我們身體的膽管裡面 那些毒素 膽濕 在正時清一清它之後 從而我們根據 都覺得健康氣 其實這個是我們要討論的 這個效果 其實不是因為 排了石出來 因為石 在某程度上 是一個 不是那麼活動的物質 而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有膽石 是一生裡面都不知道的 到他死那天 才知道 可能解剖 無意之間 就發現這個人 是有很多膽石的 在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在脊骨神經科學院讀書的時候 我也要解剖 其中我自己解剖的那個人 是一個四十多歲的 很大隻的 他死在心臟病 或者中風 但我們幫他解剖的時候 發現他的膽囊 成一碗 成一碗 是很大顆 指甲這麼大的石 成幾十個白 我們看看他的病歷 他沒有提的 這個人是成大碗 我講成碗 一個中國人的碗 滿了這些 手指甲這麼大的石 在我們做學生解剖的時候 是看得出來的 換言而言之 其實我們一般人 儲存膽石的情況 也很普遍 只不過我們還未被發現 或者膽石 還未令到我們產生痛 或者閉失發炎的情況 周博士有什麼補充 對清乾膽石 或者簡化石這個看法 現在我們討論的焦點 至少我們那位營友 很想知道 你怎麼證明這些是真的 他提出的 我逐點和他回應一下 他說 別人驗出來的 有些人試過 在實驗室 弄了一些出來 還有現在你們排出來的 就比較一下 用手術拿出來的 真的不一樣 待會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好 不如等第二節回來 再等周博士解釋一下 究竟我們膽石和排出來的石 之間有什麼差異 下一節回來再談 這輪轉天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好 回到第二節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清肝膽的風波 剛剛阿周博士 和袁醫生都說了 關於清肝膽療法的來源 他對身體的好處 以至整個運作過程 針對剛才那位的形容 他提及到 究竟清肝膽 他為什麼有這個疑問呢 他又懷疑自己排出來的 並不是膽石來的 而是一些屬於簡化石 不如由這裡開始 讓周博士解釋一下 究竟他的疑慮 或者你看到的是什麼問題 他們都想我們 你怎麼證明這些 這些我看來裡面有 本來是在的 就不是喝了一些油 搞出來的 我們的證據 不是我做的 在內地 在外國 他們都做了一些實驗 就是說 很簡單 你看一下排出來 那些一粒粒的 裡面有很多其他的物質 是油那裡沒有的 就是檸檬汁那裡沒有的 譬如膽固醇 卵臨脂鈣炎 碳酸鈣炎 鱗酸鈣炎 這些 全部都是酸性物質 這些 還有含有重金屬 烘 圓 隔 身 瘤 這些大部分的確確 是肝膽裡面的沉澱物 根本跟橄欖油和檸檬汁是沒有關係的 第二樣就是 其實你做檸檬汁就知道了 你要檸檬汁 是需要比較高溫的 我們只有三四十度 攝氏是不夠的 七十度差不多 是的 我也聽過 如果在身體裡面 我們進行檸檬汁的反應 起碼三十多度 這個溫度是不理想的 你還要這麼短時間 只有八至十個小時 如果在實驗室做的話 其實你需要去到攝氏七十度 並且經歷了長時間的晶體累積 才可以產生這麼大顆的晶石 還有就是 一群人一起喝同樣的東西 大家排出來的那些 各自各精彩 一顆就是綠色 一顆是黃色 那些是黑色 有大有小 如果大家都是喝那些 那些東西出來的 應該是一樣樣的 是的 剛才周博士提到 在排出來的石頭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化學物質 有酸性 又有一些不同的 可能身體裡面排泄出來的東西 不要忘記 原來我們的肝 其實是我們的化工廠 專門幫我們去處理一些 身體的化學物質 而我們平時吃這麼多的西藥 精製的食物 肉類 其實我們身體 正正有這些 本、控、重金屬的物質 所以在我們的肝度裡找到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 就說 好了,我試試它 這次喝油 就喝了一些紅色的東西 譬如紅彩頭汁 之類 結果排出來的石頭 絕大部分都一樣是綠色的 割開它裡面 是沒有半點紅色的 喝下去的油 已經是有色的了 這個就證明 排出來的那些 是一早已經有在的 其實膽汁很多人都沒有見過 其實我們本身的膽汁是深綠色的 所以經過在膽囊裡的石頭 就會令它黃黃綠綠的顏色 這個很正常 另外一個反證就是 有時你喝幾次 做幾次 一顆石頭都沒有 如果像實驗室這樣做 應該每次都有石頭 喝下去之後 就沒有做出來 還有最明顯就是 我們都見過了 外地很多 我們看到的紀錄 就是本來很多人 就想著要去做手術 出來之後 做完排了這些之後 就舒服了 忘了這件事 就不用再去做了 也都是有很多 就是少了很多石頭 現在我們有很多這些紀錄 另外一樣 我們的營友質疑 我幾顆石頭 過了兩三天就融了 但證明這是假的東西 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是膽石的 沒有理由用的 其實我們在營友裡 開始的時候 一早已經解釋過 所謂石有很多種 其實現在說的是 它從很小顆開始 小到半顆芝麻 很小 好像麥皮 小小片 一捏下去就碎 最初就不是這樣色 可能是好像泥色 沙色的顏色 這樣 整一下大顆 整一下硬一點 再大顆 變了很多不同的顏色 所以有些是很軟的 很脆的 小小顆的 有些是很大顆的 我們營友排出來 大到紅腰斗那麼大顆 哇 拍照 這樣出來 它就會縮一點 有些是它會融化不出奇 因為它還未成形 所以其實是不同階段 我自己發明的說法就是 有些很年輕 有些是寶寶 有些是老年的 就是這樣 我還想到 如果大家營友 都是喝同一樣的份量 同一樣的材料 如果在短短的8至10小時 裡面形成簡化 應該大家的大小是一樣 沒有理由一個好像 腰果斗那麼大顆 有些就好像粟米那麼小顆 或者好像芝麻那麼小顆 因為大家的身體都是37度 除非你的身體可以到70度 或者你將那個加速概化的情況 加劇才可以做到這麼大顆 所以很難解釋得到 為什麼一些石頭有些大有些細 那些會不會真的來自你自己本身的肝 我自己做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 結果就是我的腰是縮了一寸半 為什麼會這樣出現呢 就是因為剛才所說的 我們身體的脂肪 其實我們是由我們的膽汁去控制的 那如果你能夠把膽汁 在一部分排除 很明顯你身體的脂肪是隨而走出來的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經驗來的 那我當時我也做過的時候 我都拿個沙機是釘起來的 那我也都知道 有些是指甲那麼大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拿手去捏它 其實它會很容易是爛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膽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就凝結了做一粒粒的固體 但是它本身其實不是一個硬的石 未必是 但是如果過去很多人的經驗都會看到 如果你將這些沙機繞了之後 慢慢你將它清洗清洗 當它的油 即是有膽汁和油 當它溶化之後 它也很多時候會看到很多小的沙粒 這是肯定的 我也同意 如果我們的膽管其實是很細粒的 那麼我們未必可以 是由膽管那裏 將我們X光或者超音波 看到的很大粒的石 可以直接走出來 可能真的做不到的 但是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大部分的膽囊的膽石膽囊的問題 是沒有症狀的 即是百分之九殺完全沒有症狀的 那麼有症狀呢 通常是一些細石 細石企圖走出來的時候 就刺激那個膽管 所以我覺得在某程度上 那些人批評那些大石走不出 可能都是可以接受 是對的 但是你記住呢 我們在那個膽管裏面 在膽本身呢 其實很多些是雜質 細石 其他那些髒東西呢 其實這個肯定是衝了出來的 那麼衝了出來之後呢 它可能呢 就變成了一塊塊 好像石塊那麼大的 但是結果呢 它也會溶掉的 但是這個現象呢 是不排除呢 我們身體呢 是真的有髒的走出來 未必是我們他們所指塵的 那塊大石 那塊肝膽裡面 看見那塊照出來的那塊 那塊是走不出的 我也同意呢 那些是未必走出來的 但是問題呢 我們再說 不是要那塊石頭 因為大部分這些石呢 都是我們叫做刀紋的 即是Inert的 即是不是活躍的 所以解釋為何百分之九十的人 膽囊有石呢 是完全到死的人是沒有症狀的 所以在醫學的角度來講呢 我講西醫學的角度來講呢 通常遇到這些情況之後呢 就是不要搞它的 即是不要說 哎呀你照到有石要開刀 那其實你知道了 開刀的手術呢 都其實挺危險的 每年美國有五萬多人開刀 有五千至七千人是死亡的 那其實呢 其實呢 不是那麼簡單單單 你以為一刀開刀就搞劫 通常在醫學角度來講呢 如果那些膽囊的石呢 是不給你任何的不適 其實你就不要鬥它 可以不用管它 當然呢 在其他的醫療啊 阿佑迪克啊 印度醫療啊 中醫啊 和自然醫療呢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呢 可以去將那些石呢 企圖去減細溶化 譬如他們說強調用那個 飲蘋果汁 因為有mallic acid 他們認為呢 蘋果汁是可以將那些石 慢慢溶化到它的 那這個 是真的假的 我暫時 我講不出一個 任何的 即我手上有什麼資料 但這個是我們傳統一直這樣做的 就是說呢 其實我有很多呢 可以將那些乾石啊 膽石啊 甚至腎石呢 可以慢慢溶化它 或者整細它 再用那個清乾膽的方法 把它排出來咯 嗯 我自己不看過都不相信 真是大顆到紅腰斗那麼大顆 而且呢 好像白豆那麼大顆那些 真的一大堆的 小半碗那麼多 一次的 好了 另外呢 他們就說呢 喂 你現在這樣排出來的 那些 就是浮的 真的膽石應該沉的 這就是我好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懷疑的 剛才我就說 有些年輕的那些老的 原來呢 你現在去比較那些 用手術拿出來的那些 通常都是很老的 那當然不同樣子 那樣子呢 就是這樣 現在排出來的那些 是圓滑多很多的 是綠色的 大部分是這樣 但是手術拿出來的那些 有些是泥色的 有些多數是起角的 如果你知道什麼叫 鷹嘴斗那些 鷹嘴斗那些 鷹嘴斗沒有幾個角的 還有很實的 這個就是因為 它在膽囊裡面 逼得很厲害 你忙我我我我你 就是開花了很多很多 那些是會沉的 所以我們排出來的那些 有些浮有些沉 那就是跟他們形成的年份 那些蜜蜜有關 沒錯 年齡越大的膽石 就密度越高 所以就會沉 還有因為磨擦 就產生尖角 年齡越硬 就像周博士所說 就可能會比較圓 和輕身一點 所以排出來之後 就會浮 因為始終它的成分 一部分是油 膽汁溶了些油 這些油肯定是浮水 所以看你裡面 那個鈣的成分多少 如果鈣的成分多 它便容易沉 如果成分少 那它便浮油 因為始終是有油 我喝了橄欖油 加上膽汁 始終是包著那個粒 形狀 像石的物質 我會說 它可能是一個膽汁 和油的膠 是一個 所以清乾膽療法裡面 你排出來的石 有可能沉 有可能浮 因為新舊石 都同時存在 有硬有軟 有硬有軟 對我來說 最有說服力的一個證據 就是這樣 就是怎樣呢 就是 我們現在排出來的 你說它是 什麼 簡石 但是很奇怪 就是 你完全不喝檸檬汁 你完全不喝油 一樣 狗不狗都有 就排出來的 譬如 你用能量療癒 咖啡罐腸 鼻麻油清肝 吃些草藥 甚至按摩 就是 有些人 分子水晶的剪 做瑜伽 清水斷食 各式各樣 做斷食 我自己做斷食 我也試過 也有排到 如果你說是用化學反應出來的 什麼都沒有喝過 這一點來的 這個我覺得 對我來說 是最明顯的證據 就是說 其實我們身體 除了膽石裡面之外 其實在整個消化管道 都有不同的結晶體存在 我們透過不同的療法 像剛才所說的 瑜伽 腹部按摩 甚至是斷食 都可以幫助我們 清理我們自己的腸道 而清肝膽療法 只是其中一種手段之一 所以 我們都覺得 為什麼人們會 失意港量 講求信 譬如說 你有什麼副學的證據 我想剛才那些 應該挺副學的 應該是 對嗎 還有一樣 就是 這些幾位營友 有一個誤解 以為我進來 就是 看一下 排了幾顆石 排了幾顆石 就證明成功 還是失敗 這樣 其實 如果他有留意我們的宗旨 我們都不是這樣 你進來 就是我們和你做全面的治療 你會學到怎樣飲食 你會享受到我們做給你吃很多餐 我們和你做了很多工法 那些 那些才是長線來講 實質的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以後你做人 就不會 現在排多少沒有用的 你遲些又會收回這麼多 我們幫了你做很多 如何養生 如何和大自然溝通 這些東西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得益 我也想和其他網友分享 如果你真的有試過做清肝膽療法 就沒有想做一次就完成 因為其實清肝膽療法 都需要不斷進行 甚至乎你頭幾次 繼續做都仍然會有石排出 因為我們排完之後 我們會繼續進食 如果你的飲食不得乾淨 或者不是綠色 或者是健康的飲食 你的膽食仍然有機會再次出現 所以清肝膽療法 是一個持續的療程 並不是你一生人做一次 就安枕無休 而是你不斷提示你 注意自己的飲食健康 以及自己的腸道清潔 我們的營 希望大家第一次一起做 以後你就會做 做過你有信心 拿了經驗就可以了 怎麼回來再做 有的 對不起 在你營友的經驗之後 我們發現 其實在台灣一月份 有很多這方面的報道 我們都拿了一部分來看 我們看到很有趣 在現在的傳媒 他報導這些關於醫療方面的事 他很流行說那個人不是醫生 沒有醫學訓練 在我其中手上的資料 他說湖南的衛視健康節目 記得要說 在中國大陸 其實有些電視節目 是講健康的 是講自然醫療的 不只是講中醫 香港的所謂 講真健康都是講中醫西醫的那一套 其實有很多 叫百科傳說 即是講話講 請來一個生機飲食的專家 運動營養專家 知名的善食營養保健顧問 黃銘勇老師 他說這個人在那個電台裡面 他自稱有七成以上的人 是有肝膽石的問題 特別是肝裡面會有腸結石 介紹一些這樣的方法 他說很多的肝斑 出油 死眼魚 眼角 然後他就推出一個 所謂叫做自然排斥的方法 就說喝蘋果汁 喝蟹鹽 喝橄欖油 好了 他最後的評擊就說 這個記者查閱黃銘勇 在網上公佈的照片 發現他並非醫學院畢業的專家 而是一個建築土木系的畢業生 即是他一個Civil Engineer 好了 他就用這個方法 就大致標題 自然排斥的始創人 是建築是畢業生 大家有沒有聽到這個 看到這個 有沒有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經常想想 我最近Margaret Thatcher 是嗎 大家知不知道Margaret Thatcher 以前是讀什麼的 發學 唯術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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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發學 就這樣說 但Margaret Thatcher 你到底是做什麼手上 你到底是政客 你根本不是這一行 你只讀發學 你就作為發學 朗盧烈根也是演員出身 跑去做總統 也不是讀政治 香港立法會有多少人是政治出身呢 說真的來說 是否一定要律師才可以做立法會員呢 梁振英是什麼 他背景是哪裡 是策略師 他為什麼做特首 他為什麼做政治 新特首 或者 董山 我們為什麼用這些愚蠢的原因來攻擊別人 原來這位建築土木是一個私人工程師 他跟著在台灣保健訓練班 和澳大利亞、澳洲草藥學學習過 人家的第一層是土木工程 你不能排除別人裝樓學自然醫療 我們看到這種是很經常遇到的 當傳媒是攻擊自然醫療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應該不是醫生 他有什麼資格 但你去訪問西人的時候 你也應該說西人是自然醫療的 為什麼要訪問他呢 他對自然醫療有什麼真正的認識呢 你也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的傳媒 其實是我們現時的社會很多問題 其實都是跟我們整個大眾傳媒有關係 我還看到一月份台灣蘋果日報報道這一篇 有關於踢炮肝膽石的騙局 其實他在某一方面 他們是找某一方面醫療系統的專家去討論 當然 但他又沒有討論自然療法 或是從事清肝膽療法的專家去解釋這件事 還有如果你真的要做這個新聞的話 你應該就拿回當事人 即是那位記者 他排泄出來的石去進行化驗 究竟那些是屬於簡化石 還是來自他自己膽的石 你出來這篇報導才有說服 還有這個記者他自己個人的經驗 去推翻我們所有關於清肝膽療法的功效 幾百年了 你說如果一個案例 能不能夠推翻這麼多人 過千萬人他們過往的成功例子 所以我們覺得作為一個讀者 都應該清楚去了解 有時傳媒去報導新聞的時候 他是有一定的取向 他為了做新聞的時候 可能會聽取一些負面反方面的消息 但可能他也沒有做好一個持平的調查 去找回另一個的看法 或者做一些更加詳盡的實驗 我們這麼多年的經驗 尤其是長哥這幾年 接觸到很多療癒的過程 發現一件事 譬如以這個排石為例 就是信心和身體的反應 是有很直接的關係的 即是說哪些人排得很成功 就是他一早就覺得 我這次很開心來的 就是我了解這些了 一定排到的 那他真的排到的 一早就像這個記者一樣 一早都說不行的 我現在都是踢爆他們的 我做這些東西 如果身體真的會弄一顆東西出來 就不是真的自己的石 會有這樣的可能 我想說就是 即使腿一萬步 假定現在你拿了幾顆東西 去驗到 就真的跟你的身體無關 也不是等於否定了 即使你的身體什麼都做到 你說什麼就自己做出來了 我們被治療者心理的反應 或者狀態 都會決定了醫療的效果 和出來的結果是怎樣的 這幾年的經驗就是這樣 你看到的報道 其實他最後都是說 用西醫的方法 用食食西藥去開刀 說來講去其實都是說回那一套 那一套就是他們唯一的處理答案 何永永有篇資料 他早幾上已經給了我 他有些美國的數據 他說美國大約有二千萬人 被確診為肝膽結石的患者 而每年約有一百萬新增的病患 其中五十萬人需要接受外科手術 其中並有五千到八千人 因此而失去寶貴的性命 你看到有沒有人說青肝膽會死掉 從來沒聽過 我們現在最大罪是 你是阻誤了他去做真的事 你現在騙人也不要緊 他排的假事也沒所謂的 不過最麻煩的是 你累死很多人 就是因為他不去做手術 他條命都沒有 他是用這個邏輯 如果比對西醫 即他用手術去開刀拿石頭 跟你自己用青肝膽療法 首先說成本 你開一次到幾萬元以上 第二如果你用青肝膽療法 你只買一些很便宜的食材 例如西柚 檸檬汁 還有橄欖油 射鹽 一起也不用一百元 相對於一個幾萬元的手術 你會看到分別 第二就是說 你做了手術 你要捱一刀 你還有一條痘 然後可能你整個星期不能上班 但你清肝膽 你只可能在家裡靜靜地休息 聽歌 做按摩 喝一些清淡的食物 就已經可以很快康復 或者完成整個療程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做青肝膽的時候 我們同時幫助身體清潔腸道 做了很多其他東西 但你做手術 它是傷你的元氣 中醫都會說 你一開刀就會破棄 就會令到你身體的免疫系統 整個機能就會減弱 其實你是拿了石頭 但你要處理 你要康復的問題 你的肝膽又捱了一刀 究竟做青肝膽療法 是化算一點 還是開了肝臟 拿一些膽石出來捱一刀 那一刀就算了 我想大家都會想到 大家都一定認識的 沈殿下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沈殿下是餵食妹 喜歡吃東西 但當然有膽石的問題 你看到他當時 都是因為膽石問題 去接受治療 開刀 攪拌 攪拌越攪拌越多 接著攪拌到肝癌 一步 結果就命都沒有了 這些其實是一個在香港發生過的例子 如果我們全部真的肯有良心去說一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其實為何他們要不斷來抨擊 很多我們所謂自然醫療的工具 我們現在所說是一種自我保健的方法 從來沒有人死在這方面的醫療 相對有本書叫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這個作者為何我經常要提 因為這個作者是我同學 Galine Dean 我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她是我同班的同學 所以一個女生 我記得她是一個小小小的女生 很斯文 很小的 如果這本書的中文譯名 你叫做死於現代醫學 但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不如袁醫生我們留下第三節 再詳盡地介紹一下 這本書究竟是寫什麼 好 我們第三節回來再談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 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可以買到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 回來第三節的自力更生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青江膽風波 剛才在第二節結尾之前 袁醫生介紹了他的同學一本書 中文的譯名叫做《死於現代醫學》 不如袁醫生再說一下 你這位同學究竟為何寫一本這麼震撼的書 這位同學我認識她的時候 是一個細細粒粒、思思紋紋、啪啪臭臭的女生 是一個同學療法我叫做嚴型的人 很耐減的、不太出聲 我最後發現原來她是開始在電視台裏 做一些健康節目 開始講糖的問題 講牛奶的問題 可能亦都提及打芯的問題 她作為一個西醫 她是一個西醫來的 她肯定在這方面的資料 她不會這樣說 她亦都知道在工作上會有些問題 但她都不知道講真相 幾度講真相 結果加拿大醫學會就要審她 結果就將她的牌都除了 因為她講真相被除了牌 由一個細細粒粒的 癡癡癡癡癡癡癡的女人 女醫生變成一個這麼厲害的戰士 我都呆了 呆了 這本書我們經常都會說 藥是有問題 西醫是有副作用的 但通常怎樣也好 她都是好處多於懷處 原本就是這樣 但如果大家知道 現時的西方醫療 懷處是大到怎樣 原來她現在在美國 在北美洲 西醫所做的事情 是導致北美洲的人死亡的 最主要原因 西醫是第一大殺手 醫生因病死 醫生因病死 可能是正常的藥 也有問題 她說很多時候 在美國死在西醫系統醫療手上 竟然有783,936人 而全年美國死了多少人 全年美國死亡的數據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全年美國死亡的 但起碼 死亡的原因是第一 80萬人是死於世二手上 783,936人 783,936人 用了多少錢呢 用了2.820億 這就是他的醫療費用 美國人死在癌症 大概是50萬人 如果心臟病 症癌症病 中風 加上中風的心臟病 都是不足夠 不足夠醫療的步驟 正確醫療 不是說配菜藥 無謂開刀 或者是疏法 不是說醫療疏法 而是正正當當 在一個正式的 循規道具的醫療指引之下的治療 竟然是美國導致死亡原因 是最大的原因 好了 香港傳媒這麼關心 香港人的福祉健康 這本書 我相信是你上去Amazon 一定買得到的 叫《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這本書的罪述 為何我們的問題會變得這麼嚴重 到底我們出現了什麼問題 他成本書很詳細地說 其中一件事 他逐步分析 《Death by Modern Medical Doctors》 《Death by Drug Companies》 《Death by Health Care Bureaucracy》 《Death by Media》 傳媒 傳媒都是空手 《Death by Propaganda》 《Death by Modern Drugs and Procedures》 一般人都以為是如此 《Death by Modern Science》 《Death by Cancer》 《Death by Modern Chemicals》 《Death by Sugar》 《Death by Addiction》 《Death by Denial》 《Death by Life Style》 整本書有十幾個篇章 很詳細地分析 為何會死 傳媒其實是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傳媒是不會說真相的 任何的記者 如果企圖去裡面說真相 我覺得在某個程度上 我們都看到香港什麼報紙都好 都會有些專欄說健康的資訊 某個程度上會有的 但如果你說到某個程度 真真正正影響既得利益的問題 他就不會讓你講下去了 這就是大家要了解的 真的要明白這些資訊 其實資料很多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我有個台灣的教授朋友 就將他翻譯了 但我未曾跟他們聯絡到 可以將他出版一本書 但其實有關的中文的書 醫療事故問題的書 其實都相當多 翻譯的書我跟大家介紹幾本 一本叫做別讓醫院殺了你 英文叫做Critical Condition 揭開醫療體系共犯的結構 希波格拉底說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傷害病人 First do no harm 但華爾街第一個守則就是說 萬事莫若賺錢要緊 這是現代醫療的照護如何 變成一個騙局的故事 極少數人從中謀德暴利 而我們要其他人付出 那個慘痛的代價 當醫療體系出了錯差的時候 你以為你和你的家人 能夠置於新外媽 就是說別讓醫院殺了你 另一本叫做無效的醫療 無效的醫療 就是說發明疾病的人的作者 他說有什麼醫療 多數都是完全無效的 譬如流腫的事件 能夠預防或者減低 挪患與癌的風險 很多女士都被教導到 滿然要做事件檢查 照相機器、X光片 但是發現我們做了這麼久 包括乳房治的檢查之外 我們那個乳癌的死亡率 其實是沒有減過的 還有他說 為了腰痛 有些人因為腰痛 就拍X光片 其實這些都是沒有辦法 找到那個痛的根源 還有很多的靜脈 頸動脈的手術 可以有防禦中風 很多人都是 發現頸的動脈是有些堵塞了 他們就企圖做一些手術 幫他通、通波仔、枝架 這些完全是沒有辦法預防得到的 還有擔心如果自己有心臟病 盡快要做一些心導管的檢查 這些全部是無效的醫療 還有一本 他們叫做藥理新病 叫做Selling Cygnus 藥理新病 這也是揭露藥廠的真面目 是罔顧大眾的健康 是災犯賣恐懼 就像我們剛才提及 通常他都是引導你 逼你就犯 通常是嚇你的方法 好像我們看過報道 這個記者很強調 他做了青肝膽之後 他就叫了腸胃炎 腸胃炎了五天 如果大家了解醫療身體的反應 通常身體是靠發炎醫病的 如果你有病身體就會發炎 還有腸胃炎是我們可以自己製造出來的 當我覺得我自己身體不舒服 或者喝了油身體很不妥 你真的會按你這個反應 自己射足五天 所以究竟這個記者 他真的病了 還是因為自己製造了這個吐射的情況 我想真的不得而知 我們身體可以為自己製造一些痛苦 一些不同不舒服的感覺 但大家死都不相信 傳媒不會這麼說的 是啊 還有最後一本就叫做藥廠的黑幕 以前我和周遲長很多年前寫了一本書 當時我認為這本唯一一本中文書 是揭露西意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不太孤獨了 已經有很多中文書 根據外國暢銷的英文書 我剛才讀過有六本中文書 大家可以去書店買回來自己研究一下 其實我們看到為何人類身體健康 這麼多問題 或者這麼多病醫不好 除了是因為醫療系統的問題之外 我也看到很多人是因為在傳媒中 獲得單方面或者片面的醫療資訊 很多時候就是信了這一邊之後 就對其他所有另類的療法關閉了一道門 覺得其他都是錯或者不對的 我們好像看回這一次蘋果新聞的事件 我們會看到這個記者只是用他的個人經驗 沒有一個很徹底的醫療分析 加上他自己個人的判斷 就完全推翻了青肝膽療法的功效 這個也是我們在看報紙、傳媒的時候 我們要多用一個批判性的思維 不要只看到青肝膽療法是假的 這個排毒 令他肚子餓 我們就先入為主認為這件事對身體不好 到了這一段時間 我想問問Simon 如果真的有朋友 或者他自己在家進行青肝膽療法 你有什麼建議給他們呢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搞清楚如何做 不要做錯 你做漏一件事就不太好 譬如舉個例子 我自己也試過做漏一件事 結果那次不是白做的 而是有不同的效果 你喝完油之後 最好原來你躺下 向右邊側 睡一會兒 為什麼不是向左側呢 李文儀 因為打了一個方向 原來是這樣 那次不知為什麼 傻了就沒有做到 結果一粒都排不到出來 但這次排了很多其他 顧年輕怪的東西出來 那次還好 那次因禍得福 排了很多其他的散 一粒石都沒有 以後大便通了很多 那做了什麼細節 我們需要注意 在做這個過程 有一個信心 因為你了解了 還有就是 最好呢 就是先洗一次腸 我會推薦 譬如你星期六晚上做 星期六早上或中午時 就去洗一次腸 如果你是自己在家做罐腸 也可以先做罐腸 剛才余醫生說 你的腸越乾淨 你待會排得越快越好 完結後 就不要餵食 前後幾天 不要吃肥膩食物 這也是很有物理生理的根據 可以試試乾淨一點 清一點 吃多一些新鮮的蔬菜水果 我們的經驗都是這樣 信心和做對的事情 應該可以做到的 只要按照份量和指示 就應該每個人都會做到 那袁醫生 你有什麼補充 可以給一些建議 做清肝膽療法的朋友 當然 網上的資料是非常之多的 如果大家對清肝膽 還有任何懷疑 其實自己在網上看多點 我剛才所說的 Curezone.com Curezone.com 其實它不只是講解清肝膽 其實是介紹很多 過百種的自營醫療工具 其實他們的重心就是 要一些人自己想辦法幫助自己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現在全世界的醫療 都是面臨破產的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在美國回來 我就跟他談 我們大家說 那我是否退休沒有 他說我不可以退休 我說什麼意思 存不夠錢 他說不是 不是我存不夠錢 不過我不能夠負擔 美國的醫療保險費 我說是嗎 他說他家人每個月 是用在醫療保險 一成萬一萬五千元港幣 即是不病也要美容 沒錯 美國一個家庭 通常醫療保險費 大概是二萬八千元 一年 一年 港幣還是美金 港幣 二萬八千元 如果你用HMO那些便宜一點 大概都是二萬一千元 你可以看到 在美國 你根本已經成為了百分之一百的醫療奴隸 香港人說做了房屋的奴隸 在美國已經做了醫療奴隸 所以為何QoSong這些工具 和周宇祥的營業 是這麼有價值呢 因為其實我們只不過教你一些 很便宜的方法 很簡單的方法 去自己處理自己的問題 只是肝炎而已 你說肝的問題 嚴重點是肝炎 膽石那些 可以說百分之九十都沒有症狀 未必緊要 但你知道肝炎是很普遍的 而且肝炎會慢慢變成肝癌 有些什麼用常理都想想 如果我們能夠將肝臟定時清洗一下 肯定對這些病會減少很多 周宇祥也曾經在私下談起 傳媒很喜歡問你很多問題 你這種清光淡方法 能否治療癌症 能否治療什麼 其實答案是一個 其實全世界沒有醫生能治療任何病 唯一醫生治療病是你自己的身體 和上天 上帝也好 這是真正能夠治療病的 醫生只能夠做到的是 幫助你的身體排除一些障礙 健康的障礙 真正能否復原是視乎你自己的身體能力 這是大家要講清楚的 有種說法 病是自己好的 錢是醫生代入袋 這很正確 我們的胃有一半是裝食物 另外有一半是裝藥 是為了供養醫生的 其實剛才的醫生說 一開始他們提及過 簡單安全自然 這些就是現在在醫學界 最不想我們做的事 最不想我們自己醫治機 所以誰做到一些簡單安全自然的方法 一定會裝死你 這一例子很多很多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我們在最近很流行的 有一位 他不是醫生 他寫了一本醫痕天下 是說拍打的 他是燒雲池 其實他只是在華爾街上賺飽錢 覺得我也不想做這些工作 在周遊中國大陸 他只是沉走坊間的醫療 他就找到之後 他體驗到 原來中國大陸 很多醫療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不單是西醫 終於也是 他第一本書 是說很多他自己當時的經歷 然後第二本 他就講解一種拍打 和拉筋 很多人都是用的 他的案例多到嚇死人 也有很多人做的 結果他也在台灣 有講解 講學講座 結果台灣怎樣對付他 不讓他出境 說他出境 推逐他出境 你想想 這些例子 真的多到嚇死人 我也聽過 在北京 有一個人 我不知道他 他未必是西醫 也未必是中醫 他就用了一些 生機飲食方法 幫助人們處理健康問題 非常之成功 非常之成功 接著 醫好一個病人 令醫生少了顧客 這是很嚴重的 很大罪 結果他就被醫學界搞他 但問題是 他又不是用中藥 所以他不可以說他非法行使中醫 他也不是用西藥 也不是幫人開刀 也不可以說他非法行使西醫 他只不過是做一個健康顧問 只要你用生機飲食方法 醫人無數 他也賺到錢 我覺得幫助人們賺錢 應該是應該的 最怕殺死人賺錢 大部分醫生是殺死人賺錢 他們全部都接受了 結果怎樣呢 他們審他 定不到他罪 因為他就不是行使 他只不過是營養顧問 全世界沒有法律 說不可以做營養顧問 結果他怎樣搞他 因為他的店舖 好像在世衛村附近 他就說世衛村附近的店舖 性質是不同的 那就不讓他不送給他 這是我一個在深圳住的朋友 在網上看到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些打壓手法 是非常之非常之多的 幸好在某個程度上 我們有很多資訊 現在發達很多 我們能夠傳播的資料很多 因為我們有很多這些 很簡單的安全方法 而被打壓 其實我們很多人 真的無謂死亡是太多的 譬如你說糖尿病 糖尿病其實可以用一個 生機飲食方法 有一位西醫在美國做了一個實驗 在美國號召了 有六位嚴重的糖尿病的病人 包括在打針 他在幾個星期 好像六個星期之內 用生機飲食的方法 是全部都治好了 我們那些情況是 不用一個星期 以後就一輩子都不用吃 他吃了十幾二十年 就是糖尿那些藥 但是來到我們那裡 不夠一個星期 以後就完全一輩子都不用吃 幾天而已 不過就要照著我們來這樣做 這是眼前的例子 要不然你想想 你會硬盲 會折肢 會腎衰竭 那你想想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方法 香港傳媒有沒有提到 我想任何人說這件事 全部都找藉口 說沒有科學根據 有什麼的 我們現在要再跟大家說說 什麼叫科學根據 我們經常被西醫界 或者傳媒用這個藥 你沒有科學證實 其實科學證實 有沒有證實 就算沒有做過 其實不是代表他不正確 有一點大家要了解 你沒有人做一種雙重蠻脹的方法 來證實你那件事 得與不得 沒有做過 所以結論就不能夠說是假的 因為他沒有做過 所以你是假的 你只不過說 我們沒有做過 我們不知道 問題是這樣 譬如我們想做科學的研究 做青肝膽 你怎麼做一個對照組 你怎麼做一個假的 假的青肝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譬如你說碗腸水療 你怎麼可以做一個真正的碗腸 和一個假的碗腸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就是說 你是永遠沒有辦法 用一些所謂 即是經濟醫療 接受的雙重蠻脹 對照的科學的引證 所以你是永遠都不會有科學證實 那是不是代表呢 因為沒有辦法做科學的引證 而你那樣是假的 其實我們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 今次今日的現代醫療 其實科學的證實 其實都是很少的 1997年1978年 美國有一個科技鑑定局 即美國國會有科技鑑定局 即香港都有 科技鑑定局 科技鑑定局 是調查美國普遍用的 西醫所用的方法 發現80%、90% 其實它是完全沒有科學證實過的 好了 到1987年 另外一個美國的科研組織 又重新再來調查 發現87% 西醫所做的醫療方法 是從來沒有科學真正證實過的 它只不過是照做可也 那麼很多人不明白一件事 我們所現代的醫療 其實是科技醫療 技術科技醫療 不是等於科學證實的醫療 但很多人分不出這一點 他不明白 其實他一樣是沒有科學證實的 例如今次今日的 最近看的流感 大家害怕到發癡 有沒有科學證實過 為什麼害怕呢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任何有效的 證實有效的方法出現過 最近你也聽到 中國大陸已經開始提出 會不會那些病人 因為我們用了那些抗生狀 太早用得太快死亡呢 如果我們真正的香港人 真的要享受到一個有效的 科學證實的醫療 我一定要開放這個醫療市場 譬如我們有流感再發酬的時候 我應該有一批人 用西醫的方法給你治療 另一批人在中醫院治療 另一批人回家休息不治療 另一批人用同類療法治療 很久以前我曾經跟大家講一個 歷史上真實的數據 就是1918年1919年 當時全世界死了3千萬 5千萬的人 西班牙流感 就是西班牙流感 又說豬流感 同樣沒有人講出真相 當時美國有同學療法醫院 有2萬4千宗個案 在同學療法醫的病人 死亡率是1.04% 有另外2萬6千宗 在西醫院醫的病人 死亡率是26.4% 所以你想想 為何這個數據從來沒有讓人知道 我曾經在上次的沙士的時候 我把這篇資料給報紙登記 以前南華早報 我記什麼都登記 但那次他不會登記 結果我就要給信報 信報將它稍微整理 當時我的標題是 即時處理流感問題 Incent solution to SARS 他不敢用這個題目 一般的報紙會用這些 爆炸性的題目 為何他不敢做 所以科學的證據 其實是一個誤導人 是一個很創的 差不多到節目的尾聲 其實這一集最主要想讓大家知道 清肝膽療法的使用方式 以及它的好處 亦為各位營友釋懷 知道原來清肝膽療法是這樣的 同時也想提供一些正確 和清肝膽療法的信念給大家 希望大家有機會在自己家裡 或者參加其他營友釋 去嘗試這種療法的時候 有多方面的認識 同時也希望網友 或者其他市民 去接觸一些醫療資訊 特別在傳媒拿回來的資訊 我們嘗試多角度去分析 多方面去了解 才可以保障自己的健康 好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談 拜拜 拜拜 拜拜